这些是AMD最新的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 它们搭载了最新的Zen 3架构 苏妈在Zen 3的发布会上非常嚣张 一上来就直接和英特尔比较单核性能和游戏性能 要知道这些一向都是Ryzen的弱项才对 你说Zen 3到底得有多拟天才能让AMD这么嚣张呢? 今天我们就拿到了4颗AMD首发的Ryzen 5000处理器 分别是Ryzen 5 5600X、Ryzen 7 5800X、Ryzen 9 5900X和Ryzen 9 5950X 我明确告诉你 接下来有好戏看了 上机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参数 Ryzen 5000系列相比3000系列的区别或者说差异点 差不多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个吧 一是改进架构 二是提高频率 三呢 哎嘿 涨价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吧 从架构层面上来说 Zen 3比起革命更多是革新 相比Zen 2 它最大的改变在于CTD核心内部的两个CCX模块合二为一了 Zen 2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CCD包含两个CCX 每个CCX有四个核心共享16M的三级缓存 但CCX之间并不共享缓存 而且由于这八个核心被分在了不同的组 所以通信延迟会比较高 而在Zen 3里 这两个CCX间的隔阂被打通了 一个CCD里直接就包含了八个核心 这些核心通过环形总线和32M的大缓存相连 除了核间延迟更低了以外 AMD也可以通过这种做法 在玩游戏的时候从处理器的核心里挑选出一个线程 我们叫它天选之子吧 它可以直接访问这所有32M超大三环 那像游戏这种对内存比较敏感的应用 就会有大幅度的性能提升 这种结构上的大变化 再加上Zen 3的分支预测执行单元上的再次进化 让它的IPC再次提高19% 老实说Zen 2已经很强了 我是没想到Zen 3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继续带来这么大的提升 很不可思议 在这架构之外 Ryzen 5000系列的频率也有提高 尽管工艺没有换过 用的还是2020年版三代Ryzen同款台积电7nm工艺 但是最高频率还是往上优化了一下 现在5950X的单核最高睿频默认就可以到4.9G 开了PPO之后甚至可以到5G以上 频率上限明显拉高了 但是默认的全核频率并没有提高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5代Ryzen的超频潜力会更大呢? 待会我们会试试看的 最后也是最出乎意料的一点 就是Ryzen涨价了 现在的官方价格是这样的 每种规格普遍涨了几百块钱吧? 那天公布价格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网友是怨声载道 说AMD也学坏了是吧? 这波我也觉得AMD是有点狂啊 太自信了 但是它到底有没有狂的资本呢? 我们今天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废话也别多说了 咱们赶紧上机 测试平台是来自ROG的C8H和C8DH 散热器是N杰X73-360水冷 内存32G的芝奇皇架级3600C16 搭配的显卡是公版的3090 硬盘HOF的PCIe 4.0 2TB 电源是ROG雷神1200W 系统Win10 2004专业工作站板 开启卓越性能模式 既然苏妈这么自信 说自己游戏性能很强对吧? 那我们今天反一反 直接上游戏测试 我们一上来就看看 苏妈到底有没有在吹牛逼啊? 第一组游戏我们测一测竞技游戏 那么第一个就是CSGO了 去年的Zen 2 在CSGO中进步很明显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对吧? 但今年的Zen 3 我先不说 你猜猜看这CSGO能跑到多少帧? 500帧吗? 还是600帧呢? 参测的4颗Ryzen 5代处理器 全部跑上了700帧 最高的5900X 平均可以跑到733帧 甚至在我们测试场景里 最高飙到过1200帧 千帧的CSGO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领先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那我们要不换个游戏试试? 守望先锋 在黎江塔打一局5分钟的自定义比赛 这一次5代Ryzen依然表现出色 连最低端的5600X都打败了10900K 更不用说那几颗高端芯片了 常常是跑到370帧以上的高帧率 而且这几颗5代Ryzen在自动PBO下 游戏都能时常跑到4.7-4.8G的频率 这一次的高频对这种竞技游戏 高帧率游戏同样有不小的帮助啊 接着我们来看看DOTA 2 用TI9的激烈录像来测试这几款CPU DOTA 2的表现没有像前面两款游戏那么过分 但5800X仍然打平了10900K 相比Zen 2的产品 Zen 3基本上都有30帧左右的提升 还是比较给力的 最后彩虹6号围攻的测试 英特尔终于扳回一城 i910900K小盛5代Ryzen算是挽回了颜面吧 上面这些都是竞技游戏 看得出Zen 3在内存缓存配置上的变化 给这些高帧率的游戏带来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点不那么刺激的 大型单机游戏这5代Ryzen的表现如何呢? 从GTA5来看似乎也还不错 这5800X同样超过了10900K 几款新Ryzen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不过在Drawcore更少 更偏重显卡附载的荒野大标客2中 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 甚至Zen 2的产品都有不错的表现 反而是英特尔这边还比几款新Ryzen更强一些 另一个单机大作 毁灭战士永恒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个游戏优化做得太好了 1080P都无法造成CPU瓶颈 几款CPU之间不太能拉开差距 反而是配备了4通道内存的3960X 巴得了头筹 不过赛车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均4还是比较吃CPU的 4款新Ryzen均跑上了200帧 比上一代有所提升的同时 也干掉了10900K 最后一个301大作 我们来尝试一个比较坑爹的游戏 微软模拟飞行 果然这个游戏极度吃CPU 5代Ryzen相比3代Ryzen和10代Corey 有着非常显著的性能提升 最弱的5600X同样也要强于10900K 不过就算换上5代Ryzen 1080P下全特效也跑不到自制帧 这个叫啥呢 换U也就不了扎U化呀 最后一组游戏测试 我们询用了两款计算量较大的策略游戏 城市天际线 这是一个成剑游戏 这之前一直是Ryzen的弱项 大量的游戏内AI计算压力不小 但这次5代Ryzen终于干上来了 连5600X都能打平10900K了 几款新Ryzen都能跑到40阵左右 真不错啊 最后一款游戏是批设新作《十字军之王3》 批设的游戏向来都是单核优化的 但是换了新引擎后的CK3居然意外地对Ryzen格外友好 哪怕是Zen2架构都能在这款游戏里取得不俗的表现 更不用说几款Zen3的产品了 直接标上300多帧根本不是问题 远远强于i9 10900K 这么偏向AMD的优化 在游戏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看完这个游戏测试 我是真的无话可说了你知道吗? 如果说三代Ryzen的游戏性能是赶上了英特尔阵营 那么五代Ryzen就是真正把英特尔吊起来打了 尤其是在一些高帧率游戏里 Zen3架构的表现非常出色 AMD在这次终于实现了游戏性能的全面超越 甚至我觉得以后有必要把我们显卡测试的平台也换成五代Ryzen了 这个蓝场的处理器现在反而有点拖显卡后腿的意思了 赶紧赶紧这个Rocket Lake能不能努力一把 别再挤压了行不行啊? 三年之后有三年 三年之后有三年 除了游戏之外 AMD的传统技能专业领域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测试 首先是代表CCD性能的Cinebench R20 这五代Ryzen在单核性能上确实可以用飞跃来形容 所有四颗新Ryzen单核均跑上了600分 相比上一代进步非常明显 多核性能也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相比之下幅度就要小一点了 今年新Ryzen的全核频率定的相对比较保守的 不过在Vray渲染中 五代Ryzen还是发挥出了不俗的实力 12核的5900X可以接近上一代16核的3950X 8核的5800X也离i91090K不远了 Handbrake的视频转码性能似乎仍然以核心数量为重 五代Ryzen的HR64、HR65的转码性能提升相对有限 8核依然会败给10核 然而当我们开始Adobe测试的时候 情况就出现转机了 Adobe全家桶非常依赖单核性能 尤其是Photoshop 在PS测试中 五代Ryzen居然全系干掉了三代Ryzen和10900K 就连最弱的5600X都表现不俗 依赖内存性能的Lightroom测试更是Ryzen的天下 Zen3架构凭借着超强的缓存 再一次在Lightroom中取得优势 老U里面也就四通道的39600X还能嚣张一下了 AE的表现同样不可思议 6核的5600X在AE中表现远胜3950X和10900K 其他几款新Ryzen更是遥遥领险 不过Premiere和其他几款软件不同仍然非常注重多核性能 五代Ryzen在这里就没有比三代强多少了 达芬奇的性能就要看你做什么了 4K和8K的纯剪辑测试依然是合多为王 但在Fusion测试里Zen3新架构就很有优势了 此外我们还测了虚幻引擎4的光照烘焙性能 没想到Ryzen在虚幻4中的优势相当之大 10900K在这项中甚至还不敌8核的3700X 更不用说几款5代Ryzen在UE4中真的可以称作一技绝成了 最后7Zip的压缩测试Zen3仍然是非常强劲 8核干10核12核干16核表现相当不错 除此之外我们还跑了一下Ryzen64的内存与缓存测试 这5代Ryzen的内存延迟似乎再一次得到了改进 尽管现在还是要比英特尔高一些 但已经优化得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 Ryzen5000系列在游戏中 以及注重单核和内存的应用中 都有人非常强大甚至越级的性能表现 好几个测试都出现了6打8 8打10 12打16的结果 真的有点恐怖 但相对来说 它的多核性能提升幅度要小一些 给我的感觉就是默认的全核频率还是给的太保守了 像5950X如果选择自动PBO的话 它全核频率只会给到3.9G 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当我们手动打开PBO之后 5950X会直接上到4.4G左右 比默认强了一大截 光是开个PBO就能再提高12%的性能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能进一步的超频 全核超到4.7GHz以上 电压1.29V 20多核可以突破12000分大关 离24核的3960X都不是很远了 更有意思的是 单CCD的5800X 这颗U默认全核已经可以跑4.5G了 但我们还可以超得更高 4.8G可以通过R20 在游戏中更是可以跑到全核4.9G 4.9G的5800X CSGO的帧数甚至可以跑到760帧 比原来还要高出一截 守望先锋 平均都是超过380帧 几乎就是贴着400帧的上限在跑了 在我看来 如果你就是一个臭打游戏的普通玩家 那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考虑更高端的那两颗 买个5800X或者5600X回去开个PBO或者再小超一下 简直不要太香了 最后还要测试一下温度和功耗 从目前的调度来讲 这5600X和5950X默认策略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不去手动开PBO的话 那么温度基本就是空在60度左右 功耗也是相对较低 与此不同的是 5800X一上来的调度就很激进 温度轻松上85度 但如果我们手动打开PBO的话 几款Ryzen的温度都是可以跑到80度以上的 由于这次的工艺没有改进 7nm的积热问题在高频下是愈发严重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高端型号是没有附赠散热器的 因为很显然360水冷都只是够用而已 普通风冷根本就不用想了 从温度表现来看 反而是10900K的散热器 由于削热带的关系 还比着5代Ryzen更好一点 不过功耗方面 Ryzen的优势就很大了 7nm的能耗还是比对手14nm强得太多 5950X开了PBO整机都才334W 这10900K可以超个5G都不止这点功耗了 今天给大家评测了AMD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 在性能上 新的Zen 3架构确实非常让人满意 毫不夸张地讲 这就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游戏处理器 不过价格的上涨也确实是客观事实 AMD在取得领先后 也似乎开始考虑起赚钱的问题来了 所谓风水轮流转 我们只能希望接下来Intel给力一点 让我们能够买到便宜的Ryzen了 至于今天这四款处理器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 我觉得要看用途 专业用户 尤其是需要利用多核性能的同学 最好还是等一等 因为一些多核性能的提升 可能还没有这次价格上涨的幅度来的大 但游戏用户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5600X和5800X 尤其是5600X 我觉得论游戏性能 绝对值这个价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